作者公布鬼滅之刃的后代 泥豆子儿女双全 察言悦色在武汉开业 聚悉当时排队的时长高达8个小时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魅力让这些粉丝们在冬日大排长龙 不过我们对岸的日本这几天同样也有排队的情况 就在今天是鬼滅之刃第23卷结局的发售日 在日本那边狂排长龙 就为了能及早的买到这本漫画书 与察言悦色不同的是 鬼滅之刃在日本全国所有售卖点都排长队 像是什么报刊亭也排一条街 究竟日本对于鬼滅之刃有多疯狂呢 可以用数据来表明 今年鬼滅之刃的漫画书已经售卖8000多万本 日本总人口也才1.2亿 剧除老人孩子几乎每人都会有一本 而剧场版鬼滅之刃 无限列车已经来到日本影史票房第二 第二朝着千语千询的目标外去 这次的试单行本是最终化 可于老师之前总是会在单行本的最后补充一些幕后的设定内容 这次也不例外 画出的是鬼滅之刃的后代 在剧中我其善意识与弥斗子修成正果 在漫画第23集最后证实了这一点 并且还绘制出他们两个后代 不过令粉丝比较惊讶的是 傅刚义勇也有孩子 但是没有挑明说母亲是谁 按照原本的设定 傅刚义勇应该只能活到25岁 那么他应该在无限程决斗后赶忙的就找人繁衍后代去了 另外就是本来最虐的一对 战死才互相表达心意的舌恋 但这里开始发疼了 作者让他们在转世相恋 成为了经营定食屋的夫妇 并且作者的设定 他们两足足生了五个孩子 比上面的弥斗子善意还多一个 看来鳄语老师是真的好好的补偿了他们 不但结为夫妇 定食屋夫妇他们前世的理想 喜欢鬼滅之刃的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很快就会有中文翻译出来 不用排队也能看到整部剧集 这对手传练是有关系的 真的相应的 我们下次看